本土小牙医联盟VS波波牙医的实习名额大战仍未停歇 资料来源 Dr.131医生医 本土小牙医联盟 Unsplash 影片制作 WHOFCTC渔槽减害专家 王玉洋 牙医界在去年掀起一场国外学历实习医师人数大战 本土学历的台台牙医与国外毕业的波波牙医 对于教学医院该收几名国外学历的实习医师 双方看法分歧 甚至闹到当时的行政院长苏贞昌都在关注 代表台台牙医的本土小牙医联盟认为 国内牙医人数已经饱和 持国外学历的波波牙医 如果大量进入牙医市场 将挤压台台牙医的生存空间 也因为波波牙医没有经过国内竞争激烈的入学考试 素质和医术勘率 非民众之福 我们希望波波牙医的实习人数 定下天花板 不要超过国内牙医系招生人数的十分之一 也不能超过各校牙医系的单一招生人数 本土小牙医联盟成员之一的黄应启牙医师表示 本土小牙医联盟建议波波实习名额定下上线 国内每年约招收391名牙医系新生 根据本土小牙医联盟成员黄应启牙医师的看法 波波牙医的实习名额 今年有50名已经超过十分之一 他认为未来应该降到 卫福部口腔医学委员会2018年的决议 波波牙医的实习人数要降到30人 维持实习品质 并且顾及太太牙医的就学权益 2月4日 卫福部预告国外牙医学历 参加医师考试临床实作 适应训练办法草案 从内容来看 波波牙医的实习人数 依据医师人力供需 教学医院实习量能及其他相关事项而定 官员并没有纳本土牙医的建议 卫福部草案公告 遭本土小牙医反对 这项草案预计公告60天 收集各界意见 短短9天之内 就有近700则留言表达反对 抗议卫福部仍旧保留 增加波波实习名额的空间 对于期盼已久的草案感到失望 由于近年到国外留学的 波波牙医为数众多 光是毕业返台 排队等待实习者就有400多人 加上还在国外就学的准波波牙医 可能一共有2000人 要国内的教学医院 消化完这些波波 不知何年何月 波波都等得很心急 这都是分发处理制度出了问题 黄应启分析 台湾医学教育学会的一场会议 是始作俑者 当时的预会者 在2017年对波波牙医定定 实习先后顺序 今年成绩不尽理想 无法录取实习者 明年可以优先分发 而明年度即使考到榜首 必须等前一年分发完毕 有剩下名额才能分发 波波牙医实习顺序 已重新更改 前一年的落榜者 反而抢了第二年榜首的实习机会 他说 这项分配不符合 择优录取的竞争法则 而是先抢先赢排队就有 波波排队的人数 因而才会在2017年之后暴增 他还说 所有考试都是当时的成绩 择优录取 今年没录取 明年乖乖乖重考 波波牙医也该如此 当年度没有分发训练 就是没有录取 应该来年重考 不该靠排队 等个8到10年之后 跟着一起实习 此外 黄英奇提醒卫福部 牙科尚未纳入医院评 各医院对实习医师的师生比 参差不齐 从台大的1比1 到某些医院1比4 存在显著差异 影响实习效果 值得卫福部重视 看来卫福部提出的 波波牙医实习人数草案 不获本土小牙医联盟认同 卫福部需要发挥智慧 妥善应对 否则这场本土学历 对国外学历的大债 仍将持续